我们现在来介绍二阶导数判别法 二阶导数一样可以帮我们来判别 一个临界值到底是高点还是低点 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形 以这个图形而言的话 在这个点这个x0 那么各位同学发现 在这个函数y等于f of x的话来说 在x0这一点 会出现了一个水平的切线 或者是我们说的就是临界点 那么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 它的微分会等于零 这是一个可微分的状况 万一是不可微分的话它也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形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相对的高点 各位同学你们要知道 只要是相对的高点 是不是它一定是属于一个下凹的状况 以凹性而言各位同学看一下 它的二阶导数 看二阶导数而言 二阶导数 这是一个下凹的 所以二阶导数一定是小于零 当然在这个点上 当然是小于零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它的一阶导数是零 我们的话呢初步判断它是个零界值 但是它高点低点或者是反趋点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在二阶导数 它是小于零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肯定说它是一个下凹的状况 也就是它是一个高点 那么以这种情况的话呢 刚好是相反的 这个点 那么G'X0 它是等于零 它是有水平的切线 它是一个上凹的状况 以凹性而言上凹 它的两阶的微分 它是大于零的 于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在这一点 它的两阶的导数是大于零 大于零 我们出现了一个相对的低点 好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 如果能够符合了这两个条件 那么我们就说 它是一个相对的极大 如果符合了 这两个条件我们就称为相对的极小 那么各位同学说 如果说它等于零怎么办 等于零 那么我们这个测验就失败 我们最好就要回到一阶导数判别法来做 我们知道了二阶导数判别法的内容之后 我们来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练习看看 看看能不能够判断 现在这个题目是说 在x是多少的时候会出现相对极大 在多少的时候会出现相对极小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先微分 导函数算出来 微分是多少呢 3x平方 减掉6x 这个很容易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分解音式 3x提出来 这边就是x减2 我们让它变0的话 凌介值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 凌介值是多少 就是所谓的critical point critical point 是多少呢 0 还有一个2 就是这两个 到底谁是相对极大 谁是相对极小呢 如果我们把它画出来做表 就是一阶导数判别法 利用的是函数的增减的方式去看 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 二阶导数判别法 来 我们继续算下去 我们从这个式子来算 来 我们再继续算下去 两次微分是多少 两次的微分的话 就是6x减6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算式 第一个 x等于0 来 我们看是什么状况呢 x等于0带到两次微分 它是负6 负6就是小于0 小于0的话呢 就是下凹 下凹当然出现的是一个高点 第二 x等于2它是怎样 x等于2两次微分 我们来看一下 两次微分 2612 12减6是正6 它是正的 两次微分为正 它是上凹 上凹当然就出现的是一个相对的低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答案写下去了 出现相对极大值的时候是几呢 是0的时候 相对极小的时候是多少 2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二阶导数判别法的一个技巧 那么各位同学也可以把这个题目 用一阶导数判别法来判断一下 看看答案是不是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证明